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各位早晨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冷漫的地方 叫Canary Island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天气一流的 四季如春 风景又很漂亮 又有很多地质和地貌的特色 而它的历史也很有趣味 那个introduction就是引起来的 接着就跳下来 内容也是大致的次序 在哪里 历史的背景 现在是怎样的呢 它的特别的天气 当地的动植物 地质 有些什么吃 还有它有七个岛 每个岛上去行下 有些耐性 有些耐性 先讲个location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群岛来的 就是Archipelago 就在大西洋面对非洲的东北岸 距离最近在摩洛哥 就大概是一百公里 西北 西北岸 sorry 那么它是另外一个大的群岛的一部分 那个群岛叫做Macaronesia 就不是Macaronesia Macaronesia在太平洋 这个在大西洋 这个Macaronesia有些什么呢 就有四个群岛 一个是Archipelago Archipelago 跟着Madeira 跟着Cate Verde 他自己就有Canary 那个位置就这样 最北那个是Archipelago 就是葡萄牙的 亦都是欧洲最西的一个范围 就是Europe的一部分最远 这个 那它随便坐 那除了这个 就是刚刚讲这个Canary Island的位置 Canary Island就是在非洲的西北 大西洋上面的一个群岛 这个群岛也是叫做Macaronesia的一部分 这个Macaronesia就包括四个特别的岛序 第一个就是Archipelago 就是葡萄牙的 第二个是Madeira 都是葡萄牙的 Canary Island就是西班牙的 Cate Verde 这个特别一点 是自己一个岛国来的 就是有独立的行政 那Canary本身有七个岛 那哪七个岛呢 就又开始计了 就是Nasarate Nasarate Nasarate Futte Eventure Drancanaria Tenerife La Gomera La Palma 和El Hero 就是一路这样 由东至西就是这七个岛 那我们迟点会逐个岛看一下 那怎么去呢 那大家都很关注怎么去 那其实是一条路远的 就没有直击的 香港去的 那你要是去英国 要是去西班牙 葡萄牙都可以的 但是飞机少些 那如果在伦敦飞去 其中最大的岛 Grand Canarias 就是四个小时 那你飞去西班牙 马德里下去呢 就是两个半钟 那我就是那次去伦敦 伦敦飞去西班牙 西班牙飞过去 那那些飞机不是很大只的 是噴射机来的 那去到这七个岛 那岛与岛之间 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坐那些小一点的 就是这个图片显示那些 propeller driven的commuter 那有两间公司的 一间叫Pinter 一间叫Canary Fly 那这个是Pinter Canary Fly 都很平稳 都很安全的 那如果你不喜欢 坐飞机 都有一个选择 就是坐一些car ferry 问题就是要久一点了 还有呢 一一搬 就是不可以觉得很舒适 那在每个岛 每个岛 岛去岛 那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奢华一点 就是坐这些 游轮 那游轮 那游轮有两种的 那有一些呢 就是叫做Transatlantic Cruises 经过其中几个岛 另外一种呢 就是Island Hopping 就是由一个岛去另外一个岛 那它会有不同的offer 那这些船公司全部都是大间的了 P&O Cunard 那这个Mediterranean Shipping 那好 就是你会在这些岛的港口呢 都会看到这些这样的大游轮在那里靠拍 那这个呢就解释了怎么去 那历史呢 历史呢 历史呢 没有人类登陆这些岛之前呢 那这些岛呢就是动物世界呢 那就是因为它是这样的 在大西洋的中央呢 就没有什么天敌的 那大家如果记得我们讲 这个Galapagos Island的时候呢 Galapagos 你读错 Galapagos Island的时候呢 也讲了两个 theory 一个叫Island Gigantism 就是你没有天敌的时候呢 那些动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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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很大隻的 那这里是一个例子来的 就是那些四脚蛇啊 烏龜啊 那还有最大一只大老鼠啊 就是很巨型的老鼠 那现在这些全部都灭绝了 那灭绝了之后呢 就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大概就是三千年之前的事 就是一千个B.C. 那时候那些人呢 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中文叫做关楚思人 英文叫做Galchis 这些人呢 那些人呢 Galchis的字是为什么呢 就是Person of Tenerife Tenerife是一个岛 其中七个之中的一个 就是说那些岛上的人 那些人怎么来呢 就是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 就是在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呢 他有很多些妈妈的鞋骨 这些人呢 是金头发 蓝眼睛的 那就怪一点点 那很多人就说 因为他金头发蓝眼睛呢 所以就应该 好像是这个叫做Magnon 黑马龙人的一部分 但是呢 做一些DNA测试 又不是的 说他是非洲来的 非洲是什么来的呢 那些叫Morroccan Burbas 就是帕巴尔人 一直这么过来 但是帕巴尔人又不是金法的 那所以就是 就应该是一个迷来的 那有少少说说 就是Cromagnon 那些人类学家 大部分都接受呢 人在非洲开始的 那非洲开始 发展了之后呢 就是叫做大迁律 那大迁律就去其他的地方呢 就分开三个时段的 第一个时段一出去的时候呢 那些就是直立人 就是Homo erectus 那些图呢 就是黄色的地方 黄色的地方 就很早已经去了 七万了 十万年前已经出去了 那就是第一批 那第二批呢 就有迟些了 那这批呢 就没有那个Homo erectus 去得那么远的 就是咖啡色的地方 那那些是什么呢 就是Cromagnon 高马龙人 就是欧洲来的 那做第三呢 就是真是现代人 就是红色那些 就是全世界四围走 那如果是说 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 Genetic的发展呢 右边那个图呢 最底的那个叫做Cromagnon Cromagnon的意思就是 First fully modern human OK 那出来之后呢 Erectus已经在了 那它和Erectus交配呢 就变成了modern African 那第二种呢 那另外一种呢 就去欧洲了 欧洲 Neanderthal 那些叫做什么 中文 忘记了 就已经在了嘛 就是咖啡色那些嘛 那又交配呢 就变成Modern Asian 那第三种呢 sorry 我说错了 中间那个呢 就是去了亚洲 就变成我们这些人 第三种才是和这个 Neanderthal 在欧洲那边的人呢 就变成金头发的 大致是这样的 那么 那究竟哪样对哪样错 现在还在研究着 但是很多人都说 是非洲 是非洲过去 因为它说的那些语言 唯流下来的语言 都是很像那些Burbus 那Burbus来呢 就它是这个Hunter Gatherer 就是打猎啊 採摘的野果 但是又带了一些羊来的 带了一些猪来的 也有少少发明 那你怎么知道呢 就因为它 它很流行的死在墓葬的时候 是做妈妈的 妈妈呢 包括那些人 也包括那些羊 有很多这些东西 证实了 它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那这些是那些艺术家想的 就是金发蓝眼睛 那现在呢 就 不断宣传 所以在很多岛 都做了这些这样的象 就是说 以前那些三千年的历史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 唯一流传下来 就是那种Gouches的照片 那 那以前那些什么生活呢 就是 新写的时代 就是 住的地方呢 就是要是山洞 要是草屋 那这些山洞呢 现在还有的 就是你可以去看的 那去看 你看那个地方 就是这里写了出来的 那就近镜一些 那些呢 就 我不知道 就是一家人一家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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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门有成的 那有梯上去的 就是好像蜜蜂 好像蜜蜂斗那样 那里面有一些都很大间 那也都是 那也都是 有些呢 可能和宗教有关系 因为他又 有点窗在那个外墙那里 那里 那在每年某个时间 那太阳晒进来 就是这些很流行的了 照着某个地方呢 那里就说那里比较神圣 就是上一次讲埃及的那个神庙都一样 那还有些颜色剩下来的 就是他都有装饰的 那这些呢 就好像英国的石头镇那样 那一定是和宗教有关系的 那有没有文字呢 没有文字有公仔 有公仔 那这些叫做什么 patrograph 就是石刻的图案 那有些的 那这些呢 就怀疑是有些primitive的文字的起源 那也是有待研究 那文字就没有了 但是语言是有留下来的 而他的语言是很怪的 他的语言呢 就叫做sible 是吹口哨 即是wistle language 吹口哨 那现在还有二万人会吹的 在那边 那宗教 那当然是什么鬼都拜的 那这些就是他那些 剩下来的那些神像 那他死了呢 那就是冒状也有部分做了妈妈的 那这些呢 就是他博物馆可以看到 那做DNA就是拿这些东西出来抽 知道他是金头发啊 藍眼睛啊 那他做的东西 那是新石器时代 那就是都是比较primitive 那刚才有羊的嘛 那上面有个羊的头 那这些他的饰物 那他那个颈链呢 那些茅窗呢 那是用的日常器皿呢 装水啊 石头啊 那在哪里有一看呢 就是在Tanner Reef 有一间museum 就叫Canary Museum of Anthropology 那是值得去看的 不是很大间 都是很多东西在那里 那这些人在那里 三千年前已经在那里了 那跟着又怎样呢 跟着又有visitor的嘛 那最早去的那些是Fernician Fernician Fernician 即是现在的 现在的泥巴乱 那时候他们很出名 其实Maritime Trade 就是Fernician开始的 就是他们做了一些船 那跟着又是希臘人呢 跟着又是加泰基人呢 加泰基就是现在的 达里西亚 Fernician 再下来当然是罗马人 那麽多人来过 但是没有什么文字记录 那有文字记录说 谁发现这个岛呢 这个人叫King Juba II 那这个其实呢 是罗马那个Cesar Augustus 即是Octovia 的马仔来的 那又给他去管理 非洲北部 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那就是那个Numidia Numidia 就是现在的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那就claim 就是说他发现这个岛的 那有他claim 没什么所谓的这些东西 那一直跟着呢 就发现了他没有占领 直至到1402年 西班牙人就来了 那西班牙人来的时候 还有三万个Gouches 在这七个岛那里生活的 那有两个帝国 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 一个叫Gouda 一个叫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的 照读的 Toldi 这两个 那西班牙人来了 开始就没什么的 1402那时候 但是1478年觉得呢 都是要霸了他 那就用了五年的时间 一旦又打倒了这些Gouches 那其实就杀得他七七八八的了 差不多是灭绝了 那这个直至到呢 最后一个Gouches的女王呢 就是1483年透汗 那西班牙人呢就是 就是要攻击了这个地方 那又有故事的 那有故事呢就是 最后一个Gouches的Princess 就和西班牙一个海军大将 又不知如何救了他 知而知呢 就很像一个故事 Pocahontas 就是 美国 红印第安人不是一个公主 有出卡通片的 那差不多完全一样的故事 就是不知是否一转 转了一转过来 那再下来呢 那时候西班牙 现在在地中海有一个岛 最大的岛叫Majorca Majorca Majorca就很吵架的 有时就是西班牙的 有时是独立的 有时是被阿拉伯人佔领的 In any case 就在14世纪的时候 Majorcan又走了来这个 Canary那里 就是管控了它 1350至1400 那它是 它的遗产是什么 有几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就是捉那些人去做奴隶 这个差不多有记录最早的 白人奴隶 不是黑人奴隶 第二个呢 不知为什么呢 这个Majorca的衣服 就是中间的章就是Majorcan 现在都还穿的 就带到这些岛那里 那现在你看一下 Tenerife的人穿的衣服 和这个Nasorati 就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他们很喜欢这件衣服 其实不奇怪的 因为这七个岛呢 阳光猛烈的 就是很晒的 这个就像我们什么呢 我们福建沿海那些 那些 然后什么 养蠔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全部都这样生气 大家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东西 它带来的呢 就是这些Majorcan 就是Budog 那现在Canberian Budog呢 就是血统上 就是Majorca 那就是一个这样的大狗 那再跟着下来呢 那西班牙那时候 是复兴的 西班牙很大的一段时间 现在是两个国家来的 一个Castille 一个Aragon 那后来两个 Isabella of Aragon 和Ferdinand of Castille 就结婚 结婚呢 整个西班牙很厉害的 赶走了那些Major 那现在这个图 在紫色那里 还有一些Major 在Granada那里 那里 赶走了之后呢 就开始四位去侵战 那这个右下角的图 就讲它什么时候去Tenerife 那正正式式就是西班牙王国 走去管理这个Canary Island 那这个图 右下角呢 就是说 最美的那个Goucher的皇帝呢 就是被他捉了去见Ferdinand and Isabella 那就是这个图 那差不多同一时间呢 就是有一个出名的人物出现 Christopher Columbus 要去发现这个新大陆 那时候的船很差的 就是最大的那只船 都是我们郑和的七分之一那么大 就是要保约的 那保约的 那保约是哪里呢 就跑到这里了 因为他是西班牙王finance 他嘛 虽然他不是西班牙人 那他去啦 那他之后呢 就很多那些人去美国找食啦 又有去经商啊 之外还有去传教的 那就是这里越来越多人 那也都呢 他发现这个天气 很适合中借 Sugar Cane 那所以他经济呢 就靠那些借 借堂呢 就是一路发达起上来 那到1599呢 那些荷兰人又来了 那几个岛 就是那时候很流行的 大家争的 那但是又不够打 就赶走了他 那到1618年呢 有另一件事发生的 就是这叫Barberry Pirates 就是跟刚才说的那些Barberry那些人呢 就是那些差不多样的东西 就是非洲北部 那些黑人 就加上土耳其那些士兵 就是变了做一种叫做海盗 海盗 就是叫什么 Buccaneer 那就很狼的 就第一就是 不是收会费是收过路费 就是所有的船经那些要给钱 第二呢 就是 久不久去攻打那些白人的社区 就捉那些白人女人 就做奴隸 就卖去土耳其 那些Octoman Empire那些人 就是非常色色的 就很多 叫什么 就是非笨的嘛 那捉这些白人去就很受欢迎的 那就是 在Canary Island 拿了多少个呢 一千个 那Canary Island不是很多人的 只有几万人的嘛 被捉了一千个 那很惨 那他自己也都无能为力去搞它 因为那时候西班牙都没那么厉害 那这些海盗呢 活跃在什么呢 就是叫做 Barbary Coast 就包括现在的摩洛哥 Algéa 和Tripoly Tunis 就是这一带 那些人都很恐怖的 那他不只是去Canary那里捉人 是四围捉的 那估计是1530年至1780年呢 总共老了几多人呢 一百二十五万 白人的奴隸 那这些历史是没什么讲的 你见过有那么多白人的东西 那为什么没有啊 整个地中海那么多岛 那么多城市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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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那些海盗船呢 就叫做Corsairs 就是小小隻 那些有些图画啦 那就捉啦 捉不漂亮也不捉啦 那这个呢 经过上次的教训 被YouTubeBang 我们讲非洲女人之后呢 那这些这样的公仔 就是重要部分呢 就遮盖了它 那希望啊Pob 不会再被人Bang Bang了个礼拜 那这也是啊 啊 那就是很惨的 其实很惨的 捉了它嘛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那欧洲就那些 就是那时候英国是很厉害的 但是都是一个人无能为力啊 那很奇怪啊 有个国家的海军出现了 这个国家很多人都猜不到是美军 美国 那时候美国已经独立了了 独立了去交易了嘛 那要过来这个地中海 那开始是交保护费的 那什么交交一下呢 就都不行了 那些那些Bangmary Pirate 正正是攻打在地中海沿海的城市 包括的美国那些移民啊 或者商人啊 那样不行 那麽 那麽美国那时候就特意做了六只战艦呢 就去打这些Bangmary Pirate的 那也呢 为什麽要提一提呢 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是这个时候成立 以前没有的 那就是为了要跟这些海盗砌的 那United States Navy和Marine就在这个时候出现 那是很勇的 那也是美国旗 在美国以外第一次插在一个它占领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Trippoli Trippoli 那很特别咯 那再搞定了那些海盗了 那跟着呢 英国的海军都是越来越强的 那1797年呢 英国佬想去拿这个Canary Island 那派个战艦队去 那有个叫Battle of Santa Cruz de Tel Aviv 那是谁带队呢 Nelson Nelson Nelson带队 那输了 不止输了 他还被一个小的炮弹打中了身体 就没有了一只左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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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仔也是右手 那右边很有趣的 他还有一只手的时候呢 他签名 就挺是正的 即是右边 没有一只手的时候呢 就弄光了 就是可以看到 Nelson 那就是这样 那一开始我们说呢 就是这个倒序的经济 是靠sugar 但是sugar慢慢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 这个Carribean的sugar 古巴的sugar 那里又靠奴隶嘛 就是又便宜又正 那意思是打到它散了 好处呢 好处呢 忽然间又发现 它有一件事很独特的 全世界都没有的 是一种虫 那种虫叫做胭脂虫 Cocquineo 那胭脂虫呢 是腐蝕在先人掌的一个寄生虫 就是这个图那些 那有什么好处呢 那可以做染色 就是紫红色 那些可以針迹 即一即报呢 亦都可以做饮品的 那风行一时 那便救回它 那但是呢 那这些东西 你都不可以长久的 慢慢就是有 Chemical industry的时候 就玩完了 那怎样呢 那经济不好 那些人走人 走人就是Immigration Immigration 那他们识重借 那便对了 那便走去Carribean那里了 那一路去Havana Vera Cruz Santa Dominico 去到美国 Texas Louisiana 那有多少人走了呢 就大约四万多人 那便很多了 那便走了 那他走了 那他走的时候 就带了他的文化 那那些重变 那又有另外一件事 去发展的经济呢 那就是重向招了 那便发现那个天气又行 那重向招很成功 那很成功得来呢 就内部呢 亦都是有拗叫了 那有两个province 就开始争权了 就是说要管理完这七个岛 那都暂时都没有结论的 那1936年又近一点 那有一个历史人出现了 这个叫Francisco Franco Franco就是佛狼哥 佛狼哥的将军 那这个将军 那这个将军是很厉害的 就是他的领导能力高 很多人崇拜他 那于是 就有些政府的高层 又不是很like 就是觉得害怕他会越来越威 就扁了他的canary 那怎样呢 就是他整个西班牙都影响到 几个岛不是东西 于是整个岛都被他管了 就是威力很大 那跟着呢 西班牙发生了什么呢 内战呢 内战呢 就是这个保皇党和republic的之争 那那些republican就是给德国佬的支持 那保皇党呢 那他呢 就委派了这个Franco呢 做头的 General Commandant 就是 结果就赢了的 那赢了之后呢 就是 就是 那个叫做 第二个西班牙都没有了 皇帝又 服励了 那他呢 就 报仇了 就是所有的人 是 喜欢republic的那些 就会被他purch 尤其是在canary 因为他认识得最深 他在那里蹲了这么多年 那里的人呢 就是政治 这次囚犯很多的 很严厉 就是这样 那再 跟着法郎哥做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是不是总统呢 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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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 在西班牙呢 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就 Chancho呢 就怕 怕什么 怕 怕得国佬啊 会占领了这个岛 就是有strategic importance 整个Atlantic 就被他盯住了 所以写了个计划呢 就要占领这七个岛 那 那 后来 他一开始就怕 Gibrata 就是西班牙的丁 那里呢 都会失手 没有 所以这个plan 都只有我说 那 那 法郎哥呢 一直一直管理西班牙 直到1975年 就死了 死了之后呢 那 那七个岛呢 又说要independence 那 那条长路远 西班牙呢 就被他们叫做自治的 那就是因为呢 刚才说呢 有两个岛在那里争权嘛 那 于是乎呢 就将这七个岛呢 抹开了 做两个provinces 其实就不是这么大的而已 那但是因为争权的关系呢 那 由一个变了两个 那 那 那 有一个呢 叫做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就是 上面红色那三个 那就变成一个provinces 那 有自己的首都的 那 这个首都就叫做Las Palmas 那 那下面那个呢 就是红色 就是左边的一二三四个岛 那个首都就叫Santa Cruz 那这个是很怪际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抹去两边 两个首都 就一起管理 那就是这样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就是official的名字呢 就是西班牙话 Islas Canarias 就是一个自治区 两个capital 人口就只有200万 但是游客就1200万 是很惊人的比例 那当然是说西班牙话啦 那有Roman Catholic 那 那 靓还靓它都有些问题的 第一个呢 就是有earthquake 的 第二个呢 是火 还有活火山的 那 因为这个岛全部都是Volcanic Island 那些是火山灰堆积的嘛 就是Lava Flow那些 所以是unstable的 那就会lens slide lens slide lens slide就是 驚人的lens slide 一会儿就会介绍 那第三个 最后一个呢 就是elegal immigrant 距离非洲实在太近了 那又有得搵食嘛 那这些东西呢 年年就有人 一百公里而已 就是坐船过去 那经济了 经济 旅游当然重要了 1200万 佔了32%的GDP 那麽多人去就要建东西了 建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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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剩下来的那一半呢 就是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入面最重要的呢 现在就是banana banana呢 因为它是自己种的嘛 西班牙东西来的嘛 所以在西班牙呢 是受保护的 就是别的牌子进去 就是香蕉进去西班牙呢 就轮盡的 就是要给tax 諸如此类的东西 那也都是因为它的位置 和它开发比较早 叫做比例上先进呢 所以呢 也是一个hub status 在transportation来说的 那些船去到那里呢 射了一些货柜 由它再分配去哪里呢 摩洛哥啦 这个 Western Sahara啦 那麽里塔尼亚这些地方呢 甚至内陆呢 都经它那里过去 那是一个hub spot 就是有些像香港 但是规模当然小很多啦 数完才是一百万个TU 就是 但是在那里来说就是很好的了 那illegal immigrant 越来越严重了 那就 年年都有几千人进去 那就 死人了 就是 整天会发生这些 这样的不幸事件 那些人在哪里呢 在Sanico Gambia 就是窮到洞的地方 就是想去找尋 OK 那还有一个flat呢 就是 葡萄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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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小的 那怎算呢 就是都要发展 但是好在葡萄牙呢 很早以前都佔领了一些岛 刚才那个图都看到的 一路去到很远都有 那现在呢 就联合国呢 就推出一样东西 就叫做 叫做什么鬼 那个 海上的economic zone 就是由你的岛那里伸展出去 多少百里都是你的 那它在那些岛里 慢慢地画出来 画出来 现在这个图呢 就是新的葡萄牙 像是大到那些岛里的那麽大 接不接手呢不知道 这个将来都是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你会这样做 canary也可以的 又劃出去,這將來是一個potential的問題 天氣,天氣是四季如春 其實應該是Miles Subtropical 即是壓熱大氣候 它是大西洋,應該是夏天都幾熱的 但是幸好有一個叫Gulf Stream 即是左邊那個圖 即是那個Gulf Stream一路上到美國一路上北去 上了北之後就冷的,又下來了 所以在夏天 在冬天有一個大圖叫Azures High 阿蓄爾貧島高壓席,就頂住在那裡 所以北邊下來的冷空氣被它頂住 所以就是四季如春 不好處是什麼呢? 沒有雨落,太陽就一流了 整年有幾千個小時的太陽 旅遊就沒得頂住 但是做農作物或者遊客一千二百萬人喝水 就是一個問題 四季如春你看到天氣 最熱最熱都是26度 其中二十二,就是很正的 什麼時候去最好呢? 其實整年去都好 但是它有兩個旺季 一個就是夏天 夏天哪個旺季呢? 歐洲就是熱到飛起的 那些人就去 冬天也是旺季 為什麼呢? 因為北歐就是冷到飛起的 所以挪威啊 那些 Scandinavian country 那些tourist 就去那裡過冬的 所以有兩個旺季 那就是得知智 我們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那這個是 你回家慢慢看 每個大城市 Las Palmas那些溫度 Tenerife那兩個首都 OK的 沒有水 沒有水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你參觀的時候 放眼一看那些山區 整天都會看到這些水池 水池 一有水就要儲存 慢慢用 很多的 很多這些水池 有方形有圓形 有大有小 那都不夠的 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叫做 拿那些叫Horizontal precipitation 就是因為海 海都是很濕的嘛 有train wind吹過的時候 都會帶到一些濕氣的下來 但是未遲到可以成雨 那時候就是Fog 或者叫Mist 那這裡吹過來的時候 就看到山 要爬山的嘛 那就弄一些網 就是早上就Capture Mist 就是一滴都不浪的了 這樣就擠下去 但是都不是辦法的 一千二百萬人靠個網去 就是沒有水喝的 那就是要給錢 給錢做什麼 海水化碳 海水化碳就NN這麼多座了 但是海水化碳 你要有電的 那些電怎麼來呢 就是要有電器 有發電廠 發電廠就是主要的 要有燃油 就要運去 這些很大座 很明顯的 你可以看到的 那些電 就有百分之十五都用來做海水化碳 那些風力了 現在開始發現 他們都幾大風的 那這個紅色的箭咀就是那些 那些風的 叫什麼 風的方向 風的方向 就吹過來 有這些風扇 那開始有這些了 跟著就是太陽能了 那祖國製造的很多了 那這裡這樣的天氣 又沒有工業 又乾 又沒有污染那怎麼辦呢 最好是用來做 體升了 可以體升了 那於是呢 就有很多個天文台 在那裡設置的 那也都是有些東西發現的 其實這塊東西這樣 就發現了一個 那些叫做白禮星 白禮星其實就是一個星爆了之後 死靜的那些 那些 通常都是白的 那它給它發現了一個白的 就是咖啡色的白禮星 那這些天文台很多 好了 動植物 那些人一想想到 Canary就是金屍鳥 那這個島是不是金屍鳥的原產地 所以叫做Canary 原來就不是 原來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島的名字 拉丁文叫Insunaria Canary 解釋就是Island of the Puppies 狗仔 狗仔島不是鳥仔島 那麼呢 很明顯呢 就它那個 島的那個勳章 就是現在你看到 都有兩隻狗的 那這兩隻狗呢 根據推斷呢 就叫做Potanko Canary 就是Indigenous的 是那裡的狗來的 就是這隻狗很醜樣的狗 這樣的 那狗怎麼來呢 無端端沒有狗的 又說回三千年前 肥利基人 就是黎巴嫩那些人來的時候 是黎巴嫩帶來的 對 那這個又牽涉到一個 definition 就是什麼叫Indigenous 我查了很多都查不到 Indigenous 它沒有說要多久在那裡出現 才叫Indigenous 只是說呢 它那裡有 其他地方沒有 都對的 因為這些狗不是純種的 不是肥利基人那時候的狗 Anyway就是這些狗 有 那你見到的 那那裡有的 那是不是沒有金絲鳥 又不是 原來金絲鳥 真的是Canary Island的特產來的 其他地方沒有的 那這些特產發現了之後 金色的就很漂亮 大受歡迎有個線 歐洲那些王族 他們才有資格養的 金絲鳥 但是後來就有人發現 金絲鳥是可以配種的 那配了之後就多了 那 那 金絲鳥也有些怪的 原來呢 只是那些弓才不會唱歌的 那些弄的 那些弄的弄的 那 那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那些鳥多了之後呢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就要掘煤礦的嘛 尤其是英國 那煤礦呢 最危險就是一氧化碳 就是如果不小心太多的時候 你一又碰到火會爆炸 死人的 那所以呢 要防止 就是一氧化碳的出現呢 就要有一個東西去測試 那時候沒有機器 那怎麼辦呢 就捉一隻這些金絲鳥 放在一個籠那裡 那裡 那帶下去的礦坑 那金絲鳥忽然間反反眼 大家就快點走人了 那就是中間那個呢 就是金絲鳥 那其實呢 他都幾好的 上班有張氧氣空氣 就是如果見到他細色不對 都不想他死的 那射回那些器女兒 就馬上走人了 那救不了了 急救失敗 死了 就弄了一個棺材了 就是右邊那個是棺材仔 那就是穿在裡面嘛 黑色那個 就是一個木的棺材 那就是有一段故 那金絲鳥現在呢 就五花八門了 全部都是金絲鳥 就是由第一隻 自然之後呢 一直變變變變變變變 那又有金絲鳥的出現了 那除了金絲鳥之外 什麼動物呢 以前說 開頭說呢 很多很巨型的那些蜥蜴 烏龜啊 那些呢 就有後代的 當然沒有那麼大隻 那尤其是蜥蜴是很死靚的 就是藍色尾巴那種 在山區見到很多的 OK 那當然有魚啊 這些蜥蜴 不要管的了 那植物 那植物呢 有1700種特別的植物 其中500種是 Endemic 包括這些這樣的 叫做什麼 中蕊 植物 那這個很怪的 龍血樹 龍血樹 那龍血樹呢 就是這裏的特產 那龍血樹其實 在地中海有些島都有的 都有 在阿拉伯海都有的 那這裏是比較多的 那叫龍血樹 就是這樣的 色力長的 有沒有用呢 沒有什麼用 但是你掛開它之後 是流血的 就是那些 那些蜥蜴呢 是紅色的 那另外一種東西 就是很古怪的東西 就是這些這樣的 熱帶植物 三米那麼高的 就是九尺 很高的 很高很高 那還有這些 那這些 喜歡植物那些 有很多東西看的 那這個是蠟燭架的Cactus 那還有在高山地方 因為它有蜂蜂 有蜂蜂 那當然有這些 那當然有這些 Mossus Lichen 就是什麼 台鮮 台鮮很多 可以見鬼 鬼樹林 那樣 那很多花 那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慢慢看 就是它這裏 其實分開很多個洞 那第一個洞 就是海邊 跟著就進一些 那不同的洞 有不同的植物 那這些 Self-explanatory 可以自己看 就一路去到高山 最高的就是那些 一枝野那些 那裡 OK 地質 那地質 這七個島 這七個島 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是七個海底火山 一路慢慢慢慢 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就伸出海面 就變成這七個島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七個海底火山的出現呢 因為水很深的 最深的地方是四千米的 就是萬幾呎伸出來的 就有一點點地質要說了 那地球就有個地核 就是個核 核 核是很熱的 熱到五千七百度 五千七百度呢 就是等於太陽表面的溫度 太陽裡面還以萬計 表面的溫度 那就是很熱呢 那為什麼會這麼熱呢 就是三個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這個叫remnant heat 就是這個big bang 大爆炸的時候 宇宙大爆炸 那些余熱 那麼久 余熱第一個 第二個 中間這個core呢 就是硬滑滑的 雖然這麼熱 因為很多東西壓住它 所以是硬的 但是地球本身是騰騰轉的 那和它有摩擦的 所以那些叫friction heat 很厲害的 第三個呢 五千七百度 如果這個core裡面 有一些叫做 Radioactive element 那已經過了它的臨界點 臨界點就是什麼 Atomic fusion 核聚變 那換句話說 中間是一個核子反應路來的 所以這麼熱 千萬不要關火 關火我們全部玩完 因為很多東西都不行 那麼熱就怎麼辦呢 要散熱的 散熱就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conduction 慢慢一層一層走 第二個 那個core外面是mantle mantle是什麼 就是半流質的 地慢 那這些熱的東西在煲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家裡煲水一樣 就有convection current 就帶了熱走 第三個都是頂不順 那怎麼辦呢 要飄出來 融了那些東西要飄出來 在mantle那些 那些叫magma 要飄出來 飄出來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裂縫式的 大規模不斷推出來 第二個就是打針式的 就是一個地方比較油弱的地方 一擠 擠出來就是一顆東西 就好像生暗瘡一樣 那這兩樣東西呢 就造就了canary island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呢 大規模地衝上來的那些東西 在以前的大西洋地區那裡 就找到出路 一邊飄上來 那麽多東西上來的時候 就在左右那裡分開 就是做了一個中間的一個山 然後那些東西繼續來 左右分開 一個左一個右 那時候中間那個山就是什麼 就是Mid Atlantic Ridge 大西洋中席 那這個大西洋中席 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冰島了 冰島就在那裡出來 抹開了它 所以冰島左右兩邊在一邊 是這樣膨脹的 那這裏呢 大西洋中席呢 在右邊一直推過來 那同時呢 有些magma 就好像打針式那樣做了第一個火山 做了第一個火山 那這個火山那個magma 那它來源不變 是在那裡的 但是上那個地殼呢 因為這個東西推它嘛 那慢慢呢 那個火山呢 就會被它推了去東邊 離開了那個熱源呢 它就會死火的了 那同一點呢 又生第二個火山 那於是呢 一生就生了七個出來 噔噔噔噔噔那樣 第一個呢 慢慢死火 最尾第七個呢 現在還在那裡含含聲 就因為那個熱源還在那裡 是呀是呀 跟夏威夷也完全一樣 OK 那這個就是大西洋中席 抹開來 Atlantic推那個過來 OK 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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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島 那個Hotspot呢 就是Canary Hotspot 那一路推過去 那最右邊那些是最古老的了 那就是關火啦 但是對左邊那些呢 譬如El Hero啊 Napama那些更紅色的 就是還在那裡有火山爆發 這樣就來了 這個就是那個 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了 一百萬年 一千四百萬年 二千萬年 就是一直這樣推 推推推推推推推 那麼像我們旋轉壽司那些那樣 做了一個插插插插插插插 這樣可以來 這樣插了出來 就是這些 推出来的火山也有几种 通常来说,好像夏威夷那样,那些火山都是一种叫囤形火山 为什么囤形火山呢?因为它飙不高 因为它那些在Mental出来的Megma 是很基性的,是basic,不是acidic 所以是飙不高的,但是这里很古怪的 它除了是普通的Megma,还有一些重型的 acidic的Megma,所以有些是composite volcano 就是厉害很多的,富士山那一只,三角形的 夏威夷没有这些火山的,富士山那一只 它这里两样都有,为什么很复杂? 现在不要说了,不是闷死人 刚才说的,火山噴出来的东西很不均匀 因为是沙发和石,不均匀的意思就是会 lenslide的,这个图就是看到它那个lenslide的位置 灰色那些,就是什么时候发生过lenslide 是很厉害的lenslide 就是整个岛有一成半没有了 这个最近,现在这里又一个lenslide 你可以看到那些东西,不稳定的 是吧?火山灰啊,火山灰啊,那些东西 其中一个最恐怖的呢,就是说 那帕马这个岛有一个大火山 那个火山已经是很久没有爆了 那个火山都是很高的 如果这个火山爆发呢,就会引至山泥傾射 就是那个岛的一半没有了 那么就跌了下海,就引起一个巨浪 那个巨浪起码是100个m那么高 那就是300尺 那这些浪呢,起头是300尺而已 你一路在大西洋那里一路滚越来越高的 那一路就会影响很多地方 北边包括英国,西边包括美国,加勒比海 所以就非常之严重的 那一旦遲些就讲这个 那帕马岛那时再讲了 那到火山了,那刚才说的 还在那里活跃的嘛 那最近这一次呢 就报纸有得卖了 2021年9月19号就爆炸 那这个爆炸呢 叫Fisher volcano explosion 就是不是大爆炸 是裂缝火山 就是裂开了流出来 那杀伤力没有那么大啦 但是都是弊的 就是Lava经过的地方呢 就会着火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些是一路流出来的那些熔岚 那都会噴得挺高的 最高的噴到700个米 700米那么高 那就可以烧烟花那样的 那有些人摸灯就搭飞机去看的 那流出来啦 那这些人啊 就是这些人啊 就是如果那些Fisher eruption 就安全的 所以夏威夷去看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人家会告诉你 哪里的位置 没有事啦 那其实差不多是这一路流啦 一路流到海为止啦 那沿途就当然是你这家屋在那里不幸啦 游水池也没用啦 那呢 那就完之后就是有一大这样的东西 那就是这一大东西了 那是这样的 没说其余之前呢 就讲的食物呢 食物都挺要的 那这里呢 就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好西班牙 加上非洲 如果西班牙肯定有塔爬的 吃這些都吃飽了 不用吃正菜 要推薦的 薯仔真是好 沒得頂 這裏為什麼不好呢 火山 Lava soil 就是black soil 是很肥的 很脆的 所以種一些就正 有水就行的 吃這些 這個非常好吃 可惜是辣辣的 不是很適合我 就是是薯仔 但是那個sauce 叫做mojo sauce 很好吃 好吃 有茄汁 有茄汁成份的 辣辣的 這個一坨東西 看就不好看 但是挺好吃的 一個糊這樣 當然有海鮮 魚仔 炸魚仔 那類這樣的東西 一定有這些 有這些 我以前的壓力都很好 燒的方向跟我們不同的 就是跟中國式乳豬 皮很薄的 甜品有很多 那麽這樣的時候 那麽時候就可以 現在幾點 11點02分 每個島看 那麽有七個島 一次就沒有人可以看完的 因爲你 travel from island to island 都要時間 所以你要自己選 那麽有很多人就每次去一個 那麽那麽都是阿房 那麽有些西 됩니다 那麽有那些 那麽有些 然後 fled自 Ulrich 那麽有些其他人去移民 那麽有些歐洲人去移民 那麽便便便理 第一,就是最東面最高一個Lanserati Lanserati叫做Island of Volcano 也很明白很多的volcano但是全部都死了不用怕 因為那是最東 一直不會爆炸的 但是它天氣乾了 所以火山造這個島的時候 流下來的地貌就沒有什麼改變了 即是可以維持到的 如果你喜歡地質就沒得頂 很好看的 人口不是多了15萬人 主要靠Tourism 因為地貌這麼漂亮 所以吸引很多藝術家 去那裡畫畫之類 其中有一個很出名的藝術家 叫做Cesar Manrico 是不是這樣讀 Anyway這個人很出名 是世界文名的畫家 在那裡出生 出生之後去了西班牙去打內戰 打完內戰就跟著讀書學美術 跟著做了教授 然後就走回來定居了1968年 為什麼說他這麼重要呢 除了他畫畫之外 他影響力很大的 就是他對這個維持的環境 就提出了很多貢獻 政府也都聽他說的 包括什麼呢 就是起樓都不准起高的 就是有些地方要起路 就不可以距離那個景點多遠啊 那些房子的顏色 就是你都不可以亂遊的 不是你說的 就變成了保護那個環境 就是很大的貢獻 那他的畫也是很值錢的 他又有很多建築物是他的風格 這個像什麼呢 西班牙的膠地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些很不幸 很早死 73歲 就撤死了 那這是他的architecture 就是別城一格的 就是整個洞 這個洞 這個洞 這個叫做Lava Tube 來的 那就是他的建築 這個應該是他的家 有的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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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就是盡量看回當地的景色 那我們中國都有 那些宮殿都有 大宅都有這樣的窗 那他的畫呢 Architecture Sculpture 那他又 因為那裏有風的 很大風的 所以他又做了這個東西 叫Wind Toys 或者叫Kinectic Sculpture 就是是動的 會動的 那為什麼會動 風吹就動 或者風吹的 鈴鈴鈴鈴那些東西 就出名的 那他的畫呢 有些皮卡蘇 好 就是巴黎 好 就是很好 很色彩 這樣 好 講完他 就講回那個島 那個島 本身其實是一個 盾形火山 即是盾形火山 即是不高的 但是有很多火山口 大大小小 就是 主要的有四個 還有很多 那就是 什麼時候爆炸過呢 很久之前 1730 現在去到很安全 但是那個地下還熱的 就是如果你拔得深 那 都 有成 十米的時候 都六百度 那些地方 很漂亮的 那現在全個地方 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這個戰咀的部分 變成一個 National Park Temmafava Temmafaya National Park 可以去的 就說 好似月球的景色 那 就 這個 要參加兩團 自己不讓你入的 就是要給銀 那 有很多方法的 包括騎駱駝 騎駝駝是很痛苦的事 就是上一次我解釋 那個 鯪到 下了駝駝都不會走路的 就是我不知道他坐多久了 因為他沒有去坐這些路途 那這個地方 很有趣的 就是喜歡地質的 就說很漂亮 不喜歡那些 就說悶過傻 就是看這些東西 就是大自然的偉大 很多這些 那他也叫做 Island of Occa Occa就是紫石 就是咖啡色的 中國畫用的那些 因為他有很多Oxid Ion Oxide的顏色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火山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海邊 海邊也很漂亮 加上水這麼清 就是顏色 所以很多畫家都受影響 紅色 綠色的水 有些這樣的東西 好 那這個島還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島就是種菩提子 洋酒 為什麼要種菩提子 因為乾 還有那些土壤 肥美 但是不好處呢 他的面子就是很多火山灰的 那要挖到一些泥 要挖很深的 那他們發明了一種特別的方式 就是挖這些這樣的叫做 Socos 或者叫Apricos 就是一個圓圈 一個圓圈這樣 就挖了面子的灰 去到下面的泥 那現在因為這裡風大 所以要建一個擋風的牆 用石頭圍著它 那就變成這樣了 那這個好像什麼呢 好像以前我們講過 在這個Easter Island Easter Island有類似的東西叫 Manartha 和阿促爾群島沒有講過 有類似的東西叫Apricos 很特別的 看起來很漂亮 近一點就看到 三米深 兩米半 兩米半深 三米這麼寬 一個一個圈 那些提子 就種在中間的 哇 淋水都很痛苦 就好像這個人這樣走下去 那很辛苦的 那有些是圓的 有些是半圓的 有些是半圓的 就是總之風這樣吹來 就頂住了 那頂住了之後呢 除了避風之外呢 原來還可以保溫的 就是Constant Temperature 那樣的 那整個的後果是什麼呢 就是酒啦 酒 我又不是很會喝的 他說好就是好 哈哈哈哈 那主要那個 那個產酒的地方叫 Malvasia 他最出名的那種酒叫 Malsi 那我上網看呢 他說屈神市有賣的 於是我就走去想買一瓶 給大家試一下 哈哈 這個去到沒有 就是太過偏了 就是可能他上過課 沒有人買啊以後都不理的 那但是應該是好東西來的 那另外一個景點可以去呢 就是Lava Tube 就是叫什麼 熔岩 熔岩管 這個熔岩管 Kuvani Los Verdes Lava Tube 就三千年前形成的 就是七公里那麼長 那當然你不可以讓你去完 有些地方他不開放的 那什麼熔岩管怎麼來呢 講Eisen都講過了 那再提一次 熔岩其實就是 那個behavior好像水一樣 就是由高向低 就跟著valley這樣走的 那一路流呢 那流的時候呢 那熔岩那個頂 接觸空氣的地方 最快cool down 那很快就凝結了 那變成一個屋頂 一個roof 那下面那些東西呢 流下流下 都cool的了 但流到最後沒有的 就是流了 那變成一個洞 所以形成了這個叫熔岩管 可以進去看的 那熔岩管裡面呢 也都有一些叫做 Lateral Benches 就是好像長椅那樣 那怎麼來呢 通常熔岩管開頭第一層呢 就是這樣流了 那流流流流流流到沒有了 那剩下的那些呢 就cool down 變成第一層就是bench 那流一次之後呢 可能有第二次的 但是容量流量沒有那麼多的時候呢 那又是這樣流流流 又是cool down 那又變了 那裡面好像有梯級那樣 一層一層一層 那這些就是bench 那裡面 那又漂亮啦 那又是啦 他們用天然光的 還有一些沒有顏色的燈 有顏色的燈就沒有看的 那這些我們拍不到的了 就是有特殊的攝影 嘩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比冰島的 如果這條東西 這條東西 你進去看過嗎 沒有啊 去不了 去不了 要訂的 要訂的 那我去訂 要訂 要訂 好漂亮喔 好啦 那第一個島講完 第二個島 第二個島 這個島呢 就是 審一萬人 就 長來來的 那這個島 就是 也都有這個 Gouches的為止的 Gouches 就是最後有兩個王國就是這個 一個大一點 綠色的 一個小一點 他們也是做了很多這樣的像 就是紀念這件事 那很多遊船都是在那裡拍的 那這個城市的樣子 城市裡面呢 那這個島呢 就 都很久了 2000萬年了 就應該是 島裡面最老就是這個 那它是 因為老的 所以以前那些 那些 那些叫做什麼 地貌呢 被Erosion 全部拆掉 好像省沙子 那樣 所以就 很不同的 跟剛才那個 就是沒有什麼看 拆到光 吐吐 那又 又因為Deforestation 就是那些人拿去做 做燒柴啊 那些這樣東西 但是因為它這麼特別 所以 又 UNESCO 又是 當它是一個叫 Biosphere Research 那這個 這個海灘就很漂亮 很長 很長 於是 這麼漂亮的海灘 當然有人去 還有它 它是一年有三千個小時的陽光 那些什麼人喜歡去呢 就是西班牙人本身 以及 Skandinavian 就是 你跟那些人聊天 他們連連都去的 就是差不多包了 一天租一間屋 一天包了個酒店 就是那些老人家 去那裡過冬 有很多這樣的屋子 挺漂亮的 其實 不過那些水也很冷的 就是我們來講 就 就冷的了 那這裏有什麼特色呢 就有這隻這樣的東西在這裏 這隻船呢 叫做 United States 的客輪 那在 20年代 30年代 就 美國開始是 是很有錢的 有很多人從歐洲過去的 那時候 就沒有飛機 可以飛這麼遠的 就一定要 一定要搭船 那 於是世界的大的船公司 大的船公司 就爭先恐後 做很多船 它是Queen Mary 那些這樣的 QE1 那美國人做了一隻叫 SS United States 就說自己是那隻最漂亮的 就是內部設備 之類啊 還有要爭奪一件事 但是最快Transatlantic Cruise 就是過去了 那贏了那個呢 就有個獎 那個獎 叫Blue Ribbon 就是藍絲帶獎 那 就連連都砌過的 就是有新船也有砌 那它是拿過藍絲帶獎的 但是最後呢 忽然間那些飛機好碰了嘛 就是Transatlantic 你不用急 那麽急 就是整個 整個 整個海上旅遊 就變了 就是不是說 是一個Transportation 就是有Crueship的出現 就是要停很多站才是好事啦 那所以這些就是識微了 那這隻船呢 就是 它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那 拉出去那裡 那原本拿去拆的 但是走到半路都頂不住了 太狼了 那斷了就留在那裡 是啊 斷了就留在那裡 那這張照片就很久了 所以你下次去看看還有多少剩 就是應該沒什麼剩 在下面 好 另外一個島 這個島叫Island Magica 就是很小的 有鹹尖餅的樣子 只有2萬多人 圓圓圓的 但是它很高的 是1487個meter 最高的個點 還有呢 是很hilly 很mountainous 你現在看這個圖都看到了 再看這個更清楚 那又是一個火山 就是一千萬年之前 就是那些熔岩這樣堆成的 那跟著Erosion 就變成了這個模型 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變成了什麼呢 交通就很困難 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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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怎樣呢 怎樣通訊呢 於是就有一個 那些小波的出現 就是 吹口哨 Wish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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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原來這個Wishling language 就不只是它那裡有的 很多地方都有的 包括什麼 土耳其啊 法國啊 那 Lagamera 是其中一個 墨西哥有 南美洲有 非洲有 那應該 我想中國都有的 但是未必聽過 那它就說自己很威風的 可以傳幾軟啊 可以傳幾軟啊 七公里啊 即是七公里啊 我覺得 覺得又誇張一些 那大家可以上網 那就有些video 你可以聽到它吹出來的東西 那我 我不會弄的 弄不到 那就有看 那現在有多少人認識啊 這個島還有二萬人認識啊 那一吹這些東西 就是好像這個阿伯那樣啊 這個阿伯 那吹 那你可以買一些攝石的東西啊 那另外一樣東西 那個山這樣的鬼樣呢 那怎麼辦呢 那些四位去都很隆盡啊 那時候又有一樣東西的出現啊 叫做Salto del Pastor 那英文就是解釋回來呢 叫做Shaphat sleep 那些那些沐洋人呢 那些沐洋人呢 那很難山過山又怎樣呢 他們的撐桿條 撐桿條呢 就捉住這枝這樣的神野 那些神野呢 叫做Nansa Nansa 那些什麼 捉住呢 那些人由這裡撐去第二道 当然没有 你作为游客可以上课学的 但是我们这七章就没有了 七章就不要搞了 就算有医生跟团也不要 有班上的 这个叫Shedhurt Jumping Course 现在是一个Folksport每年比赛 就是怎么跳得最厉害 挺unique的 不知道哪里会有 我不知道这班人如果走去世运撑干潮 下面有传输隔门铁铁铃铁铁铁铁铁 铁钠便 magically掉下了 那对他的黑白大包括 São Sebastião 其實不是很大 在這些環境你便知道是火山 像夏威夷的樣子 黑的黑的黑的臨不高 這些是白鏡 尤其是灰色的 那些山很高 剛才圖現在是真的 中間有一條路走過 這個島有一個景色 就是有很多叫做 Volcanic plug Volcanic plug 是什麼呢 看這個圖 一個火山噴出來熔岩的地方 叫做 pipe 就是Volcanic pipe 一個本島 噴到完了 還有一些剩下的地方 那便是營結 營結就變成Volcanic plug 那這個 plug 那接下來呢 就是Erosion 上高的東西是沒有了 那只剩下一個 plug 那一個 plug 就是這些 plug 那就是N這麼多的 plug 就是很office 這些 那就可以看到這些 plug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有這個叫做 Volcanic dike 那就是那些 那些銀漿 就是咖啡色這些 那便飆上來 那便飆上來嘛 就是有藥的地方 打針飆上來 那飆上來 那飆上來 就是一個橫切面來的嘛 其實呢 它是 如果是三圍去看 那是一棟牆來的 那所以這個呢 就叫做 Dike 就是岩牆 那有些呢 就打橫去那些呢 就叫做岩床 Bad 那都有的 那這個很obvious 就是一個岩牆 那另外我們香港大把 啊它都有 性質不一樣喔 香港 香港那些呢 是Volcanic tough 就是火山營灰癌 就是那些火山灰 落回來之後 再堆積營結 就變成六角柱 這些呢 就不是來的 這些是岩牆癌 就是bassard 飆出來的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多的 六角柱都是這款的 香港那一款是很unique的 就是全世界最多的營灰癌 形成的六角柱 所以是很值得保護 那這裏 它有它漂亮啦 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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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西條很多的 西條 Jane Cosway 是哪裏 Jane Cosway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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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 那這個 那這個 香港的 各地那裏 那裏都有一些東西的 就是 它 融結的時候 忽然間 上高有些重量 壓到它彎了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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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銜的東西 他又設了一個National Park 這個叫Garaggiano National Park 又是UNESCO 可以去行的 即是很神秘 很神秘 有一個 11點半 說得很快 El Hero 另外一個島 這個島有一個名字 它本身有一個名字 英國人給這些島 西班牙人不愛英國人的名字 就愛自己的名字 其實很多這些 在太平洋大西洋的島嶼都有兩個名字 一個是英國時代 因為英國那時候海軍糟糕 英國的名字叫Farrow Island 但是西班牙人來的時候叫El Hero 他的名字叫Meridian Island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Prime Meridian 即是零 零度那條東西 最早的時間在這裡 在這裡 不過西班牙人的海軍就不厲害 最後被英國人打到一批一批 英國人說我不喜歡在這裡 我喜歡去Greenwich 那就搬了去 從此那個領導就去了Greenwich 但是他其實最早是去 所以叫做Meridian Island 這樣 在這裡看到了 現在就是這條路了 那時候就是在這裡剷過的 剛剛在這個島裏剷過的 剛剛在這個島裏剷過的 那這個島就是 又不好又不亂了 其實是三個Eruption 三個角落頭這樣 三個火山這樣 然後堆砌而成的 那現在呢 就沒有爆炸了 但是也有五百個空 就有很多Caven 有很多洞的 那又是UNESCO Jill Park 那你注意這個 這個什麼來的 Major Landslide 那這些火山 一個火山兩個火山 三個火山 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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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這個有些這樣的火山 以前下來的 Lava Field 那有很多 Lava 即是熔岩 熔岩 那這個什麼熔岩 記不記得 這些樣子的東西 熔岩就是有兩種的 有兩種的 講冰島的時候有講過 第一種呢 就叫Ii 慘腳那些 第二種叫Rub Lava Rub 就是這些 聖的 那夏威夷的名字呢 就叫Pahohoh 就是現在全世界通用的 就是Pahohoh就是這些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這些 酸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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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流得慢 流得慢 就是可以慢慢營結成省狀 那個Ii 為什麼要Ii 因為慘腳 一走下去的時候 Ii 很痛 那種呢 就是酸性高 酸性高 就是流得不遠 於是不夠時候給他營結成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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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這些呢 就是Pahohoh 就是很多的 你看到 是不是 就是聖狀的 聖狀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大的lamb slide 是 多久啊 一 一萬五千年前 整個島被剩下了一半 變了有一個 一千四百米高的山峰 打橫是十四公里 那你想一下 如果你在那裡住 忽然間噗一聲 睡醒覺 命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命啊 那現在還有沒有爆炸呢 那它已經一路 近西邊了 所以還有這些 地震啊 的出現 那樣的 那些地震呢 那些叫 Swarm Earthquake Swarm 就是不是一個震 是N那麼多的一起震 但是SWARM 那呢 最近呢 2011年呢 也都發生了一件事 叫做 Submarine Mocain No Eruption 它這裏上高就死了火了 但是在下面 還是近那些 熱源呢 所以在水底那裏 砰一聲爆 其實我們講的 七個這些都是海底火山來的 那現在這裏 整一個出來 那時候拍到照片 那裏 好像滾水一樣 這樣 爆了出來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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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一個弱點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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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很好看的 那當然我們不在場 那這裏 那停了之後呢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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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開始呢 有一個陶劑 那以後 如果繼續爆災 一邊聲聲聲 可以變成第8個陶劑 那第8個陶劑之外呢 那裏還有些怪的事出現 就叫做Lava Balloon Lava Balloon 這就是這些了 一個個球 中間是空氣 上來應該就裂了 裂了之後應該就結回去 那怎麼來呢 就是這樣來的 即是它上來 如果是夠力的 那些就一直吹上來沒事的 有些呢 升上來的時候 凝結了 但是裡面有很多空氣 未必是空氣 可能是一些 養花灘那些那些氣 那時候呢 變成了一個波 一個波就升了上來 浮在那裡 但是不長久 那些氣會流的 流了爆裂 爆裂 碎回落回來 那些是很RAR的 不是時候發生的 那這個島 還有一個出名的叫做稻叢 即是這一種樹 是啊 Sabina 稻叢 那現在這個島的象徵就是 Sabina 好名就是大風 很大風 只是這種 這種很多 在這個島 因為這些稻叢 如果你要在這樣的環境生活 它要有一些特性的 就是又乾又可以 又吃得起風 所以另一個島就很少的 變成好像藝術品一樣 很漂亮 哇 真是 舞台 有很多人去參加 有 有 這些油筆 就是有人帶你去 洞蟲 那那個海 海也是很漂亮 海之外呢 它有很多鎊鋪的 有很多鎊鎊鎊鎊鎊 泉水 有地熱啊 什麼啊 有地熱嗎 有沒有聽到嗎 會 剛才講過有微震的書 是有的 有地鐵 不是地震 我們亞洲人去到這些水一定會冷的 海 海 我去Miami也覺得冷 Miami應該是Tropical 夏威夷也冷 我覺得冷 Lapama又是另一個島 這個島是第五大島 很高 Volcanically active 即是有火山爆發 西班牙 上高有好幾個火山 這些就是它形成的過程 即是不同的Lapama 就在堆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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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它有幾個火山 第一個就是這個 Tapurian Tapulcano 這個crater很大 整個都是 軟體 Cardera Cardera 即是破火山口 即是一個火山爆發的時候 很厲害 也很厲害 原本是尖的 頂上被它爆到爛了 破了就是破火山口 就是Cardera Cardera 有些東西看的 另外這個火山有一個名字 叫做Cumbria Nuva 河河 那就是看什麼呢 就是那些雲 那些雲 即是 那些雲 即是風吹了一些水分 來到這個山那麼高 就硬撞它要爬 爬升 爬升的時候 就在溫度下跌 溫度下跌 就是condensation 有雲 但是它沒有什麼料到的 因為那些風不夠大 所以來到這裏就靜了下來 有雲海在這裏看到 那這裏也都是有一個很大規模的 Lang slide 就是這塊東西 那這裏就分了幾個階段 最遠那個1949年爆過 然後1971年又爆過 爆了之後又倒了一塊 然後到2021年又爆過 有爆過剛才我們開頭說的那個溫度那裏 就是這裏來的 就是2021年所以不重複了 那就是說 如果它再來一次厲害的爆炸 而不是fissure 是proper explosion 會不會發生這個 叫做mecha tsunami hypothesis 就希望不會了 那如果會的時候 那剛才是300米那樣高 然後呢 那個速度 是每小時650里的 那就是說 第一個小時就會來到這裏 第三個小時就來到這裏 第六個小時就殺到英國 再跟著就去美國 就上岸的了 那這個就是它做的那些computer modeling 就是什麼時候去到哪裏 什麼時候去到哪裏 就是幾驚人的 嚇到你 那就是 那就是 如果是中銀來講呢 那就叫做山崩式海嘯 那順便說一下海嘯 為什麼會有海嘯呢 最普遍的就是 就是什麼 火山爆發 或者是地殼變動 印尼那些呢 沒有火山的 就是因為地殼 那些叫什麼 海嘯的動物 另外一些呢 就是山崩 就是這些了 還有一些就是 Glacier Glacier那些兵 會叫做 cracking 整個東西一下來的時候 一撞 會大 大規模引起 這個tsunami 那些浪的 Wave Langer 就一路會越來越勁 一路會滾動 所以越遠的地方 就影響越大 有時候 所以譬如在印尼那次海嘯 如果你在船上 反而不覺有什麼事 因為那個波 在水底裡面過了 但是去到淺水的地方 沒有水承受這個 那個Wave 那浪就要倒 一倒的時候 就大件事了 這個就是 很多雜誌 那些都要介紹的了 就是會不會發生 這個呢 這個呢 會影響英國 影響哪裏 哇 都很多 最稠的就是 泰唔絲河 一路湧進去 因為它有條河 那就會 估計 估計 就會有 七米七三二十一尺 二十一尺 那你買樓呢 那你買樓呢 就是Canary Wolf 想一想先 哈哈 就是你計一條數 就是一個 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一路砌 砌到紐約了 紐約呢 就是四十八米 哇 拿命的 四十八米 就是五十三 百幾尺 百幾尺 不斷砌過來 那 就會這樣 Can happen 沒happen 未happen 可以 那就是 那這些東西 畫得很死定的 就是如果沒有可能的話 那些藝術家都沒有心機 就是 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沒有絕對 因為要預測這些東西 是很難的 那又去到美國了 去到美國了 去到美國 How far inland 這樣 那這些是 就是computer modeling modeling modeling去到哪裏 這裏 我也不知道在哪裏 那裏 東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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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 這裏好結 就是New York 就是New England 那叫什麼 余曾被警告 買樓要小心 那不知道 那他說影響呢 就不只是水浸那樣簡單 就是影響一路 一路 一路 會影響很多植物 影響世界的… 世界的…巴西、亞馬桑林林都會受影響 有沒有發生過呢? 也有的 這些就是歷史的見證 這些真的發生過的 墨西哥這個更厲害的一百米巨浪 墨西哥有沒有年份? 這個沒有年份 這個有時間 6600萬年前這個很厲害 然後1972年日本仔試過一次 130米 再下來Krakatoa 印尼 46米 再1936年這個哪個呢? 挪威 挪威這個在一個湖那裏 山崩 雖然結但影響範圍有限 因為那些湖都沒有什麼人住的 再下阿拉斯卡這個是1946年 1946年你們還沒出生 人民好像誇張一點 我不是很順 我不是很順 Anyway事實就有發生過了 究竟多少米那些呢? 其實很多事情是斷古的那個浪都沒有了 就是靠那個遺跡的 就是有些樹 扔到山頂 你就覺得是這麼高的 再跟著就是意大利一次 再跟著是Saint Helen Saint Helen 1980 2004 印度尼西亞30米 2011年 東北大地震40米 就是有這些事情的 有些可能未必準的 未必準 Anyway就是有一件這樣的事 是可以很大件事 那時候的測試是否是relative測試 因為浪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又怎樣呢? 譬如你看這個環境 忽然間有一隻船本來在海灘的 現在的船是在山頂 那你的relative的浪一定要高過船現在的位置 又或者一些水積 水積又狠的 又或者那些屋子塌了 無緣無故山頂塌了 當然是有東西弄到它塌 就是靠這些 但是現在就有工具了 就是現在這些了 自从印尼那次大件事 圣诞节那次之后 United Nation就扔钱出来 有两个器材 第一个是在水底 所以是precious sensors 因为这样的浪泥一定有 因为譬如在海里面发生一个地壳变动 忽然陷了的时候 水就会塞进洞 这样塞进洞 沿海的沙滩 会忽然水都没有了 有一个shockwave 这样可以浏触到 这个是在水底的 水底的资料就扔了上来 在GPS boil 浮标 浮标除了接收这些资料 还会量到浪的变化 全部都扔了上去这个satellite 扔回来接收 比如在印尼巴厘岛 根据结论就会发出海啸警报 这些在太平洋 但太平洋的东岸已经做了 因为夏威夷关岛那些很进步 太平洋是 但下面南太平洋这些地方已经没有了 因为没有钱了 但结果这次死了几十万人 很严重的 所以就不肯做这些事情 希望不会发生 这个是首都Santa Cruz de Las Palmas 挺发达的 又是很多船 很多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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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Island to Island Hope 有些是Trans Atlantic 即是环球那些 那些Cruiser 西班牙风味 Coubblestone road 真是吗 哈哈哈 有些这样的骑柳 这些很漂亮 很多这些这样的东西 这些是奏地取材 这些是Basot的石头 这些是Basot的石头 很西班牙 这些也是西班牙 这些街砖 叫什么Mosaic 马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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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Goudi也不Goudi 即是直接是 Goudi也不Goudi 这个不是Goudi 这个又似似Goudi 有沙滩 好了 又一个岛了 今天到Tenerife 今天很早 Tenerife 这个多人的 有90万人 游客500万 500万 最出名的就是Tenerife Tener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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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火山 Tener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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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点 在中间 有一个大火山 这里的岛是什么呢 看火山 还有hiking 还有你想吃东西 这个岛是七个岛之中 唯一有米脂连级的餐厅 你想去享受一下就走来这个岛 这个图可以看到火山的位置 好了 那我如何坐船去呢 就是试试坐船 又挺好坐的 当然 就是很短的路程 船上没有什么享受的 这个就是人家拍的 很明白 这个就是Tenerife 很明显的火山 高了出来 凸一声 这些城市在这里 城市和Tenerife 很近的 其实是有危险性的 因为这个是Active Volcano 就是有点像Napel Vesuvius 的关系 那这个倒点来呢 又是三个火山 就是左边你看到了 标一个标一个标一个 慢慢一路流的熔岩出来 这样就fuse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 最后呢 就剩下中间那个最高的 如果你是横切面就这样了 三个一个一个一个 那现在很distinct 的 就是tidy 在中间 这个是另外一个图 就是未接合之前是这样的 那些熔岩的 不同时间的名字 这个是Carnera 很大 在中间 好了 那这个岛有什么出名呢 就是不是太好的出名 全世界最大的空难在这里发生 两个747撞了一堆 这个100%人围 1977年100%人围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这个KLM和PANM有两个飞机在这里 这个PANM就预备起飞的 KLM就来这里加燃料 还有天气不好 那天气不好 在那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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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KLM这个机师 这些是 照说 荷兰人 很没有耐性的 脾气好坏的 那如果大家有接触荷兰人 都对的 就是他们很凶的 很凶的 要求很高的 就是我第一次和荷兰船到大陆 就是说运输一些东西 由北京去天津 搭火车 他不肯排队 要我找直升机 大佬 1980年 哪会找直升机给他 就是发热 发热 就是矮矮矮矮矮 所以我对荷兰人 印象 就是马上想到那个人 那这个荷兰基斯 就不理指挥塔的指示 那一架都没走 他要起机 那当然事后很多东西说 就是他又赖 他又赖这个指挥塔的 死了 KLM KLM赖 要赔的 就是录音又说 这个指挥塔的英文不行 之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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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可以避免的 那是很大件的 这件事呢 死了583人 你想想 两个七四七撞 一堆 有人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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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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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什么 那这个凶烂之后呢 就是revent了很多条例 就是 控制塔也好 飞机也好 就是说些话 就是不要 不可以 这些术语 就是不可以靠英文 英文你就不明白 不明白 那就很惨 那说回这个 沐浪了 沐浪 海里 很高啊 7500米 是啊 怎么计 在海底计 那一定要是海底计 不是海面计 海底计 那就是全世界第三高 第一第二是哪个 夏威夷 曼拉努阿 和曼拉努阿 曼拉努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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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全部都是海底计 那很高很高 那也都是很大 那 那 就最 它 什么时候 形成呢 十七万年 就是很年轻 那 那也都是试过 那 刚才你看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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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得清楚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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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这样的,然后又爆炸,又多了一个新的出来 新出来有两个火山口,一个叫Tidy,另一个叫Pico Viaggio 接下来有些契仔,那些叫仙德空,主要是这个 噴了出来,一边流下来,那些契仔不知为什么走着发觉这边有条路 这边又标出来,那又弄了这个,那现在是N这么多契仔 这边又标一个,那边又标一个,Tidy在中间,就是这样来的 那以前倒的Cardera就是这样,很大,就是很多东西倒了,不见了 那现在横切面,很复杂的,就是很多东西的 那又可以有兴趣慢慢看一下,飘迷那些浮水石 就是有人用来拆死皮的那些,就是这里很多 OK,好,这个火山呢,就有个名字的,它是叫做Decade Volcano 是不是这样读就不知道,Decade Volcano全世界有16个 是这个类型的类型的类型的类型 你看一下,好在中国没有的,这些就是那些火山的类型 但是现在是因为専多叶多了 専多叶多也有一个基地呢,是为何不是 是,为什么不是,是有人住的嘛 是,是的,有一个人住的,有一个人住的 那我们去睡醒喔,那个山呢 你看不到,不能相信吗 呆多叶多叶多在这里,麦艾娜 就是夏威夷 由此类推了这些东西 日本是欧山 堕里亚萨基屋山 萨域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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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一个岛 岛叫英岛 所以它爆是萨域島 大件事 它现在整天都爆 很多烟的 分钟一地都是 这些东西要小心 现在有爆的 连不中爆一下 不然是小规模的爆 爆了之后就四位楼 可以上去看的 有客人很多 每年有四百万人去的 但是如果要上到顶就要申请的 我们普通人就上不到顶 就是要那些路上去 我问了高通人 它说可以自家游 自家游 我不知道 我请司機 拿去 这就是人生路不熟 是 就是這段時間已經過去太勇的旅遊 這個遠處看 那一般人是可以坐這樣的東西去 但只可以去到2、3、5、6 再上3、7、1、8 每一天只可以容許200人去 有人戴的就要走5個小時 那些人就要戴上頭盔的 即是鋼盔我們見到的鋼盔 忽然間它爆了爆的東西扔下來 上到這裏也很好看 不錯 這個是火山口 這些是升級旅遊嗎 不覺得 我想沒有 有的都要看清楚 現在是直升級旅遊 不知道是哪裏的 最近都好像扔過來了 最近都好像扔過來了 最近在那裏扔的 你放幾天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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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ia Fall 這個有一個Van 這些很顏色 很漂亮 沿著看這就是我 很久以前了 三年而已 不是這麼久 不過這裏還可以 就是肚腩 這個證明我真的有去過 這裏另外看一件事 就是雲海 雲海 即是這個火山有很多雲海 不用我去到看到 雲海為何有呢 就是濕的空氣上上上 應該越上越冷 那些雲應該一路上才對的 但是這裏有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有些貿易風 在某一個高度打橫吹過 原本是空氣一路上越來越冷 去到那裏 它有一個叫temperature inversion 即是不再冷 那些水份就不可以再升起 即是不可以叫做那些什麼 就變成平了一塊 平了一塊一路衝過來 即是一個cloud sheet 這個好像是我自己拍的 一路吹過來 一路這樣吹過來 一路爬過來 這樣 那就雲海了 那這個人家拍的了 夜晚 即是又去到這個level就沒得上了 即是那些雲 那這個是很怪的 這個當然不是我拍的 但是真的 就是沒有人知道它為何會形成 不是 那些人現在就是徵求他們解釋 不是 那些人現在就是徵求他們解釋 那些人現在就是徵求他們解釋 解釋 解釋 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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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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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離開了這個就去看這塊東西了 這塊東西 那一會再說一下看 那剛才有提過 這裏的空氣乾 是 就是沒有污染 那於是有很多這些 天文台 那很多錢在這裏 那 就說全世界 第三個最好的地方 第一個 哈威爾 第二個智利 就是Andes Atacama Desert 那下一次講智利會講 那 那 就 就到 Canary Island 第三個 是 是 好了 那去看這塊東西了 Rock Sentado 一千元不是很多錢嗎 一千元 一千元 Peso 即是本地錢 Peso 那就有這塊東西在這裏 可以用有本地錢的 都有本地錢 那去看這塊東西了 特意 這樣 走 走 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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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了 二十七米高 是不是 真的 我拍是這樣的 好 人家 人家 人家拍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做手 可能做過手腳 都沒有 但是呢 都是有理由的 你看多看 你知道是什麼來的 第一是 這是一層以為 一層一層 層的 一邊發出來 第二是 黃屋 這些都是黃層 這些都是黃屋 這些都是藍屋 就是這樣 附近也有很多這些石頭 Tidy就是搶了腳 到處都見到它 走進去 又有我 就是在這附近 有那些怪物 你有沒有站過去? 有的可能沒有弄出來 經常都見到我不好 那些類型 就是很漂亮的那些 這個倒轉 這個很記性 是啊 很多這些 接下來就去一個 熔岩牆 就是它流出來的那些東西 很闊大 就是那個氣勢 走到你不走 很多人讓你走 那我就坐車 我坐車 看這邊 看這邊 好了 又有一個洞 這個是全歐洲最長的Lava Tube 7km的這個 這個我都不記得有多少 就很長 這些就是那些benches 就是剛才不是解釋 怎樣形成的 這些benches 那就局部開放 就是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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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